清水低热发电厂为国内首座低热发电厂 已经在去年底开始营运 自营运开始依每年的电力顿售收入 宜蘭县政府可收取200万元的营运权利金 总计20年的营运期 共可收取约4000万元 对这笔的营运权利金 大农乡争取能够回馈给地方 以照顾地方的乡亲 而对此县政府还在通盘眼里当中 你那权利金虽然说每一年200万 但是它是按照它这个营业的这个%数 当然它的这个发电量越多 权利金越多 以往说这200万 全部都交到地方好不好 回馈全部都要回馈到地方来 所谓取自己地方 用自己地方 我希望我们这个地热能源 它是一个利能政策的一个选项 既然我们已经在推动了 我们就要永续的来发展 那我希望这个政策能够让我们经营的 让地方环境 还有我们这个所谓的政策 能源政策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冰水地热 它行政区是我们大同乡的 在留守城县长 一直经营到现在 到我们这个林志庙县长 我们没有拿过回馈金 所以刚刚我们陈医院讲200万 200万对县政府的财政来讲没什么 但是对我们大同乡 跟我们三星乡来讲 它是一大注意 所以这个话真的要我们县长拿回去 跟议员好好的商讨 其实不要200万 因为它这个电会越发越多 所以你越多就要回馈我们的乡里 清水地热发电厂第一期投资金额为7.65亿 发电量为4.200万瓦 可提供1万户家庭用电 相当于大同以及三星乡的户数 而电厂也结合了发电 休闲以及教育等多功能产率 提振经济景气 带动清水地热园区的观光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